关注觉醒经济2020直播平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31号 北京时间早上8点30分 我是本次对话的主持人宗媛媛 那今天的对话很荣幸邀请到了唐红老师和刘峰老师 我先对两位老师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介绍 首先唐红老师是书籍开启内在智慧的作者 宇宙镜像图画作的下载人 同时也是全球倾听内在之声公益静心的发起人 从2012年到2020年静心带领人数超过万人 刘峰老师是中英文畅销书开启你的高维智慧的作者 全息生命全息生态 全息文化理论系统集成的倡导者和传播者 是禅创理论的智慧下载者 那今天两位老师对话的主题呢 是吴念禅当下的智慧 我自己呢是这两个智慧系统的体验者 那我自己是通过唐红老师带领的深度静心 以及内在智慧阅读的这个练习的方式 开启了自己与自己内在高维智慧关联的一个旅程 那后来呢我遇到刘峰老师之后呢 我通过刘峰老师的这个三十多年 他这个宇宙全息系统 他其实可以用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这个科学的语境 其实帮我明白了就是这个高维实践 包括这个连接自己内在智慧 这个体验的过程究竟是用科学的语境 让普通人明白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 那透过刚才两位老师的介绍 我相信大家其实都看到了两位老师 其实都是一些作品啊 包括画作呀书籍的一个下载人 其实他们参与的都是一个高维实践的一个过程 那今天这个吴念禅当下的智慧 其实就给两位老师提供了一个最精彩的 当下演绎这个高维实践高维下载 同时呢可以现场给我们阐述一下 这个高维实践的这个条件是什么的一个过程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两位老师 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开启我们今天的对话 大家好我是唐红 非常高兴能够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 跟大家空中相会 谢谢 大家好我是刘红老师好 非常高兴啊 最后一天我们能够在这个虚拟空间 呈现对这种高维智慧践行的 一次理论和实践的诠释 谢谢 唐红老师据我所知 您这个当时对接无念禅的这个当下智慧的这个题目 其实就是完全出于一种放空的状态 完全是您内在的智慧对自己的一个引领 就是其实就是以一次高维下载 您可不可以谈谈自己的这个过程 或者说今天给我们现场呈现一下这个无念禅现场演绎 好首先谢谢远远的介绍 非常高兴远在深度进行系统和新能源系统都经过了一番自我的实践 对两个系统的精髓能量都有了自我的感知 所以今天你能来当主持人 我想我跟刘峰老师都非常的开心 刚才你提到这个无念禅 这个产生的由来 我想这个过程每个人每天都在经验着 只是那个聚焦的精细度还没有达到 要去感知到这个过程 他用综合概述的这个语言和文字来怎么形容它 那我呢因为我的聚焦力是比较 就像那个显微镜一样 我比较爱好这个 同时把自己定格成一个深度进行的修炼者 所以我可以去实时的听到一些自己内在感知的这些能量流的名称 比如说无念禅这三个字 就是在一天非常非常自在的这种状态下 这种自在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就生活一切都在发生 可是你却可以感受到 有一个东西它被叫做无念禅在你内在放大了 那这当这三个字出现的时候 我是很喜悦的 我感觉到它就像是一个震动的评点 它可能会让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力出来 所以我就把它提供出来 跟团队的人一起聊过关于这个主题 它就像是你被意识抛出去的一个原点 在这个平面上来回的荡漾 非常感恩的是能够被新能源的伙伴接收到 能够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去感受这三个字带领下的 内在的这种反应 也就是刘老师经常说的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波段的呈现 所以今天我也想通过自身的这种 像是一种传感器的作用吧 能够把这三个字带领下的一种内在的感受力 表达给大家通过深度精心带领的方式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唐红老师 的确是 我觉得现在生活在这个时空点上 我们每个人实际上 头脑中的念头真的是顺息 就是特别大量的信息需要我们去处理 所以吴念禅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内心 其实也是一种向往的一种境界 那刘峰老师针对刚才唐红老师说的这一段话 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吗 其实刚才唐红老师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话不多 你读书文字也不多 当然了这里边的信息量很大 就是说每一个文字后面所代表的更深层的一些信息 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 你是可以有所关联和感悟的 那么从这个字面上来讲 吴念禅这三个字 这个吴实际是什么呢 是我们讲那个佛教智慧里讲的那个空性 也是道德经里讲那个吴 有生于吴 这个吴为天下之始 什么意思呢 它是指的先天 指的是一切万有共存的状态 那个有呢 是当我们开始有了这个执念 才能采出了有 所以这个念呢 我们用科学义经来讲 它实际就是我们讲最简单的正弦波 就是一念一众生 这个宇宙空间最简单的存在 其实就是正弦波 就是简弦波 最简单的能量波 当你开始执念的时候 就产生了有 那么这个禅呢 实际我们在我们其他的课程里介绍过 它是离一切相的境界 那什么所谓离一切相呢 那禅这个字就是一个指示的是一个单一的单 它是视线单一的宇宙空间能量状态 那什么状态是单一的呢 就是灵维和恩维 恩趋于无穷大 而他们俩是一回事 就灵维和恩维实际是一回事 他们代表的同样的包容了所有的信息 拥有所有的信息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所有的逻辑相互关系全部包容在里面 所以灵维和恩维 恩趋于无穷大是一回事 这都是禅的境界 那么这个在离一切相 那相是从哪产生的呢 是由分别产生 这个相是在从灵维到恩维之间 会有这种分别 而这个分别就构成了在多维的空间系统里面 无穷无尽的发生 和无穷无尽发生的可能性 那这个整个称之为华岩世界 华岩宇宙 所以这样的话呢 无念禅实际让我们回归到究竟圆满的境界 回归到简化神的国 就是彻底的创造造物的本质上 就是投影源 同时呢又是一切生发 灵维他是宇宙大包大 他一切都从这一点生发 同时他又收并了一切 他又是黑洞 在灵维这一点 所以他灵维也是禅 恩维恩趋于无穷大也是禅 他既是所有的投影源 又是所有存在回归的终极母要 所以无念禅这三个字代表的是 无限广阔的空间 完整的空间表达 那么这里面 唐弘老师刚才专门又讲了一个精细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词 其实呢 这个精实际呢 在甲国文里面把这个精微 其实指的是灵维 灵维这一点就是精和微 当你能够置心一处 将你的所有的意识专注于一点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能够任意的从这一点中获得 任意想要获得信息 因为这是宇宙全息的 这种精细的觉察力 是靠修炼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能够在我们嘈杂的 充满分别的障碍的现实空间 这种复杂能量状态中 能够置心一处 能够让我们自己瞬间的进入 心之威胁空间 这叫米尔卡巴 这个生命之花讲的就是这个 那精细到什么程度 你就能关联到什么样什么境界的信息和智慧 那么这个它既可以从对灵维的精细 精微的这种持续的深入 也是行深波若波罗蜜多这个概念 也可以从高维向更高的维度 其实高维在哪呢 也在我们内在 外在外显的一切都是投影的下 投影员在内在 所以无论是进入灵维 还是回归N维 都是要回归内在 而灵维呈现是回归我们内在的当下 任何一个空间置点 具足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他们的邪乎关系 你从任何一个点契入 你都能够悟到整个宇宙的圆满的智慧 同时呢 往深往内又是高维的意思 它既是走向灵维又是通向高维 所以呢这个精细度呈现的就是一个让我们生命持续走向圆满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无念禅它指向的是生命 宇宙生命彻底的圆满 在那个境界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 那么 唐皇老师又说到一个特别重要的 叫自在的状态 其实在跟唐皇老师接触的时候 我其实能够感受到 他在当下进入一种全然自在放松的状态 是他的一种常态 而这种常态呢 它是让我们生活处在每一个当下的觉知态上 为什么存在于当下的觉知态 因为刚才一会儿过去未来全是三维人群 在对过去的担忧和未来的期盼 这两个能量状态之中 你连三维都去不了 你的意识就困在三维状态里了 你想着刚才发生过什么 一会儿还会发生什么 这个时候你也是不过就是一个三维认知的系统里面的一种生命状态 能连接高维的只有当下 所以当下自性的临在 这叫自在 自性是什么 是恩为恩其余无穷大 又是灵为 是一切的同意 所以在自性临在的状态下 临在就是当下的存在 自性临在的状态下 和自己内在关联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宇宙空间 每一个当下 你都有机缘和你自己内在的能量 进入一种高度和谐的自在的状态 所以这就是所谓 修行在那个当下 会呈现出那种跟内在能量同行的状态 要发喜 所以我们来从简单的角度来解释 唐龙老师在平时 他在常态的进行的高维实践 我相信他的这个高维实践的密度 在这个现实当中是一个非常高的 因为你观察他的这个平时的行住坐卧 跟人交往和在人群中所处的状态 往往一直你会看到 你从表象上看到一个状态就是静 这个静是平静的静 但是这个静里面呢 还有一种不同层次 不同的内涵 既表达内在很干净 又表达了这个恭敬 跟内在那个能量的恭敬 同时呢 也是一个环球诸籍的静照 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创造环境 能创造新静 静由新生 那自然形成一种状态 就是定 这个定会等值的状态 就是这么一种生命状态 所以希望就是通过今天 我们从法理理论体系 跟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呢 陶宏老师呢 他能在这个当下 在这个状态之中 任意的去下载 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当下 自然流露的信息 谢谢 好的 谢谢唐红老师 谢谢刘峰老师 我想两位老师 其实在讲的那个状态下 我都可以感觉到 是一种自信临在的一种状态 同时刘峰老师也刚才强调了 就是唐老师和刘峰老师 平时所在的这个当下的这个状态 实际上是一种常态 我们从他们两个人平时的谈话呀 或者说是接触的过程中 其实是感觉到两个人内在是非常放松的 而且是随时随地 当下就是带着觉知感的 那刘峰老师在最后也提到了五个镜 这块其实是 刚才我们提到高于实践 需要具备的一些条件 那我想由这个点 请唐红老师说一下 就是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我想每个人其实 内在都是本资具足的 那我们作为一个 就是开始的这个阶段 它是怎么样循循渐进的 进入这个过程的 而且我们内在的这个 精微度的能量是怎么提升 就是做到 就刚才刘峰老师说的 精微的能量 不断的让自己的心越来越 最新于一处越来越细致 那这个过程 唐老师能不能在当下 以这种状态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谢谢圆圆精彩的提问 因为基本上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没有人创化出这样的一个环境 能够如此精准的提问 以及像刘峰老师这样 如此精准的去解答 那对于我来说 我是一个在自我的环境里面 独自享乐的一个生命个体 因为我相信 自己在一个圆满的状态时 你就可以非常无声无息的 去影响你周围的环境 刚好是契合了刘老师 讲过的一些观点 你自己就是你的世界 以及这个世界的创化者 刚才我也讲到这个精微度 以及自己能够实时呈现出这样一种生命状态 它是一个自然流露的过程 它不是刻意修为出来的 因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当你是在生命的正道上去探索的时候 你就像是一个到了春天春暖花开的一个 一个叫不上名字的一个花朵 但是你的绽放的生命力 让别人没有办法看不到你 是因为你活成了全然的如是的样子 那刚才原来问到是怎么做到 我想这个跟刘老师提到过的这个大院是相关的 因为我们的行为产生于我们的想法 如果我们首先没有想法 没有跟意识的这个境界和维度去挂钩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来写这篇作文 首先是我们要想好写什么 所以一开始在2012年 我开始走向内在探索之路的时候 给自己的定位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那个叫定位 只是知道我要去的那个方向叫做 我要成为一个深度尽心的修炼者 他不是爱好者 如果你定位成一个修炼者的时候 那你的行住坐卧就会自动的向这个修炼者的方向去靠起 当然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一个历程的回顾 那我看到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面不乏用力的时刻 就像是我们以为我们在洋流里面 在顺流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还需要滑动那个双脚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用了很多的力 当我最后发现是顺着洋流再往前走 是顺着生命的河流再往前走的时候 那个蒋就不用了 它就顺着这个波流的方向直直的朝下 然后进入到它的谷底 然后再顺着它的波涛再往上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波峰和谷底的这样的一个具有节奏感的一个路线 那一开始我们的用力 到之后就变成了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放下的气质 所以它是自然而然的 它不是用力的过程 它是你生命的那个洋流自然会带给你的一种呈现 它不需要用力 所以也是这两天我连续看了那个 我们传说电影的那个公众号推荐的电影 《新明之旅》 这个电影虽然是动画片 就是让我吸收到了一股能量 就是对生命状态全然的放松和接纳 它不是较早出来的 让我一次又感受到你的精细度是超过你的想法了 你就像是一个海绵是非常轻微的那种海绵 高密度的海绵被放进了纯彻的泉水里 生命的泉水里面 你就会自觉的去吸收 不是别人告诉你 你应该吸收了 不是你的本质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当我跟伙伴们一同看了这样的灵性的电影 看到原来灵性和非灵性 然后修行和非修行 它在整个的时空里面都是 都是一个圆满具足的样子 除非你对它下了念 你认为它不是 那你就会沿着这个念去行为 也就是最早我刚才说的 你必须有了想法 你才会有行为 所以我现在的这种呈现出来的状态 这种自然而然的状态 它是你生命属性绽放出来的样子 是取决于你的一个愿望 也就是大愿 所以这个词被再次提及的时候 我非常想邀请刘峰老师 在这个点上 在这个2020年的尾声的这个点上 再一次的重谈这个论点 关于生命大愿 我想我们吸收到的那个能量感 我们这个高精密度的海绵 生命的海绵 吸收到的那个生命泉水的那种 那种清透和清凉感 是又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有请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 其实这个话题也是一个顺流话题 我觉得很好 因为其实 我们内在的这种本资具足的 这个内在引导 会让我们经历 我们生命中的不同的阶段 和不同的 超越不同的障碍 其实我们是因为执念 而产生了我们自己 和我们圆满智慧之间的障碍 所以呢 在这个讲到修为的自然态 它其实有时候是一个前提 它不是一个刻意的去修成什么 但是呢 这个过程中呢 会让我们知道 回归我们自己那种自足 本自具足的生命状态 它的真正的障碍 恰好说我们 是自己需要把它超越的 或者那些认知是需要颠覆的 那这个东西是明修行 这个东西是明修行 所以如果你要真正的了解到 本来我们自己内在的本资具足 是可以无所不能 是可以完全做到全然的心想事成 那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 各种各样的生命中的冲突 也要挑战也好 纠结也好 它源于什么 当你知道它的根源的时候 你才知道 是什么障碍了我们回归 我们自信中的这个圆满的 我们发现原来是我们的认知 是我们执念而产生的 各种各样林林总总的认知 那所以颠覆认知 就是我们回归我们自己 圆满智慧的一种状态 那但是这个认知呢 它有不同层次的认知 那你说你在三维二维空间 你把一张纸挡在眼前 这就相当于一个二维认知 挡住了你获得三维智慧 同样我们意识中的三维认知 障碍了我们获得更高境界的智慧 所以我们的有限认知 成为了我们和我们圆满智慧之间的障碍 大家注意那个圆满智慧没障碍 是我们本来就有的 只是我们自己建构起了 和我们圆满智慧之间的屏障而已 所以它是一个自觉过程 那么但是因为我们内在是本质具足的 说本质具足的声明 它会不断的来提醒我们 通过很多外显的投影出来的人事物 来提醒我们这些功课 这些应用提示什么 那么因为这个认知 它在不同层次上都有显化 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去突破 不同层次的认知障碍的过程之中 你走到哪是一站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重要的问题 当你停在三维的时候 那你投影出来的生命状态 就是三维的 那你就能感受到 到一定程度 你就能感受到三维事物存在 对你自由意志的局限 那你就会感受到这点 你会感受到 不光是来自于自己 来自于自己生命的 这个有限的时间的限制 而又来自于自己跟周边人的 这种关联的 这种彼此的限制和不自由 也来自于自己跟周围的 整个的能量场之间的 这种限制条件 同时和自己整个存在的 自然环境之间的受限 比如你没有办法自由地飞起来 你没有办法自由地穿入水底 你这些各种限制 都建构了我们的一种自由 对我们的生命内在自由的 一种限制 可是我们发现 在我们的意识之中 它是非常自由的 你想在哪就在哪 所以实际高危 也就是我们内在是自由的 怎么样回归我们内在的自由 和我们外显的自由 高度合一的状态 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如何去觉察 那些障碍我们自由的 那些认知 把它颠覆的时候 那我们那一扇自由的门 就再打开 所以这里面刚才 唐王老师说的 这个修为修行的自然态 其实是这样的 它不是刻意的 想要获得什么功能 也不是刻意的 一定要得到什么 但是呢 它会让你越来越自由 这个自由最后 做到这个境界是什么 你只要起念 想要什么 它就会呈现你的生命之中 因为投影原理的变换 随时跟投影的像是合一的 这就是所谓的 如去如来的境界 那么唐老师在这个最初 初始的定位的时候呢 它是要做一个 深度静心的修炼者 那在这个阶段呢 它认知到了深度静心 跟生命当下有这种关联 那这种修炼者呢 它就是已经进入了 这么一条通道 去寻找内在的自由 当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那当然一开始 它也说经常会遇到 很多点上是在用力 所以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整个这个 共修团队啊 和我们这些同事 义工 特别有一些重要的这个义工 我们有机会啊 深度交流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跟我们 一位这个 这个义工 那个项目负责的人就说过 我说千万别用力 千万别用力 但是一开始 这个 这些朋友 这个朋友 他不见得理解 他说你在现实你要做事情 你不用力 这事怎么推对 哎 这就是你如何能够真正的体验到 你自己内在的转化是第一位的 你自己内在 所有的转变都会带来外部世界相应的改变 这叫心法 心法绝对用的不是力 绝对用的 所谓的心力 也不是你在心里面执着的一定要发生什么的那种状态 那是在这个道德经历讲 谎息呼吸 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这个时候你不止于任何一种存在的状态的时候 这种你的一念就会呈现 那这个时空就这么美妙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让自己进入这个状态 在不用力的状态进入那个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没有体验过这种 这个四两拨千斤 一起念 世界就变得这种状态的时候呢 你很难相信你拥有这种本字继续的能量 这种能力 当你真正的理解到这点的时候 你才发现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不用去努力 只需要精进 努力是外在的 努力 我经常在讲课里面说努力 这个努这个字 努力你念着都累 而精进 它是你内在 所以深度静心的修炼者 是一个不断内在经济 它根本不是在外在做任何努力而达成的 但是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有时候很难免 会有这种用力的状态 这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当你用力的时候 它就会去产生反作用力 而这个反作用力会让你觉察 你一旦觉察这个反作用力的时候 你就会问自己 我是不是在这个点上用力了 有时候我在我们团队里面 我也经常跟我们团队的成员说 千万别做 千万别做事 别把自己活在事上 活在你的心上 落地不是落在事上 很多人以为这个所谓落地 是落在现实的事上 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什么 实实在在挣了多少钱 实实在在拥有了什么 实实在在影响了多少人 全是妄想 你真正落在心地上 落在投影员上 那你才是真正明白的人 你现实中努力半天的 那你还没有知道 心法 在这万法中 它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唐弘老师 刚才讲到的这个层面 就是从用力 到顺流 到自然的过程 什么是自然 自性是本人 你跟你的自性 自性什么 是本自具足的本性 你跟那个本自具足能量 关联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用力呢 你为什么需要用力呢 你只要顺流付出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顺流付出 因为你本自具足 真正的顺流就是付出 所以你当你知道 付出才是生命的第一需要 不带任何条件的付出 才是你生命的第一需要 所以我们在现实中 我们为什么我们做的很多事 我们不去追求这件事情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回报 你丝毫不想它的时候 你才自在 你只要一想 一有期待 你这种好感觉 马上就没了 所以它是一个很实在的 一个内外合一的一种能量状态 它完全不是说我们 你期待什么结果的发生 作为目标的 当你没有任何期待 你只知道 原来在付出的当下 它才是真正的顺流 因为你内在本自具足 当然了 前提是你得相信本自具足 你怀疑本自具足 那一个起那一点就是障碍 你只要对你内在本自具足 有丝毫的怀疑 那它就会成为 你自然生命状态的障碍 那这里面 唐宏老师提到了 关于这部电影 我跟素说老师 我们做了很多对话 在这部电影我们还没有直接探讨 但是他的文章已经把这部电影捋了一遍 非常精彩 在这个时空点上呈现这部电影 实际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这部电影里面讲到灵魂的奇妙之力 在这里面也讲到了 在现实之中 那个所谓的修行 要获得什么意义的 和那个并没有了解修行 而在现实中苦证的这些人 他背后 没有本质的区别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这两种没有开悟的人 他们虽然在现实中做了各种努力 一种是努力修行 一种是努力的去争取获得 而这两种人 当他没有真正开悟的时候 是一回事 当他开悟了以后 他们都是一回事 为什么开悟都是一回事 一个人真正悟到宇宙真理 遇到这个宇宙本体本质的时候 他会发现他生命中的所有经历 所有的不堪 都是如此之珍贵 如此之弥足珍贵不可或缺 因为什么 他明白 所有的经历都是他必然经历的事情 所有的挑战 都是他自己提升的机缘 所以开悟那一瞬间 你会看你整个生命中的所有的存在 你突然是 原来那么美好的 在那一个点上 给了我那样生命的启示 只是那个启示 我当时没有明白 而今天此时此刻 我豁然开了 那个结豁然就打开了 所以这就是 当没有开悟的时候 你怎么修 那跟那个没修的状态 跟那个拼命在现实中 挣扎的生命状态 没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这个真正的通透的觉醒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只是在楼梯上 一级一级的爬 你没有真正彻悟到宇宙本源 彻悟到整个宇宙生命的本体 没有真正以彻底的圆满 作为你终极目标的时候 那你在中间遇到的各种过程 它都是一体两面 它既有可能成为你成就的助援 也有可能成为你继续提升的障碍 就像你上到一个山头的时候 你再往上头没有路了 这个时候你在山头的位置 你比山脚下已经高很多了 就是如果你一眼看到周围旁边 还有一座比你高的山头 那你就会成形纠结了 那就是你是下了山再上去的 你舍得下这个山吗 你要能舍得下这个山 上到那个山 你到了那个山头 你在旁边又一座更高的山 那你就一直在这个上山下山 上山下山的这个起起落落之间 蹉跎着整个的自己的生命 但如果你知道 其实当你有大愿的时候 当你相信本自具足的时候 你已经升起了自性的翅膀 自性的翅膀是可以让你 自由地落在任何一个山头上 所以这个才是顺流的状态 我们知道飞翔的时候顺流 它是可以借力的 所以在这个奇妙的 这个心灵之旅里面 它这里面呈现了一个 告诉我们在现实之中 有着非常多的 盲羞瞎恋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呢 是因为没有通透的觉醒 没有真正的大愿 成为生命动力 在过程之中蹉跎的 不过当你觉醒的一刻 你再看没有一件事没意义 所以也不必挂碍 不必挂碍是一种什么 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只要你真正你内在觉醒的时候 你就会投影出这种觉醒的生命 呈现你周围 那你剩下的就是我们昨天在讲的 就你按确认键就可以了 你在现实中你遇到的所有的智者 所有的打师 所有的觉醒的这个故事 所有觉醒的启迪 所有的经文 所有的咒语 全是你投影出来的 只是你的投影员在那个境界 你就能理解到 你所在那个境界的高度 那你可以确认这个高度 同时在更高的境界 有了你更高的 愿力的支持 所以你会羞无止境 你会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之中 不停顿的在这个过程中 但你又不累 如果一个人修行 所谓修行累的气喘吁吁的 那说明他的方法 或者他并没有通透 并没有真正唤醒自己内在的能量 因为持续提升的修炼 是一个充满喜悦 充满伐喜的生命状态 当然了 有些人在某一个阶段 他呈现的 有一种外人看起来 是一种辛苦受累的状态 但你如果深入他内在 你会知道他内在的喜悦 内在享受到的那种美 不是你从外面能看到的 所以有些人在表面上 在现实世俗人员里 他可能很清平 他在别人年龄也很不起眼 但是他内在的一种内在的美 内在体验到的一种平静 宁静 和时不时呈现的那种喜悦 内在的喜悦和淡然 这个实际是每一个生命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所以这个故事也让我想起 另外一个就是杨宁老师 曾经还有一本书 写了一本玄幻题材的小说 这里面特别有意思的 就讲到 这个背心上 有两种能量 两类人 他们不断的出入不同的小物 所谓进入修炼的这些道场 他发现这两类人 一个是生活在佛幻境里面 一个是生活在魔幻境里面 所谓佛幻境 就是他不究竟的理解 佛在自己内在 他的外求的状态 形成一个外在幻境 那么魔幻境呢 是因为他执着在一个 外在的一种诉求之中 跟自己的欲望相应的时候 形成的这种魔幻境 他说自己欣赏人 大量的处在这两种状态上 其实看看我们现在地球人 很多也是在这种状态 所以呢 一个不通厚的 不以自己内在成长 作为终极目标 不以真正生命 原本作为终极目标的 很有可能 我们在中间层次上会卡住 所以这个电影 也在提示我们 一个原本的生命的自由 他那里面也出现一个老人 他可以自由的切换于现实 和灵性的这种空间 范畴之内 他的那种自在 他那种没有挂碍的状态 那才是我们说一个真正的修行者 他能够进入的那种 如去如来的生命状态 谢谢唐哥老师 谢谢刘峰老师 就是您在讲的这个过程中 我忽然想到在200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做文字创意方面的工作 有一天我们接到了一个 一个要交差的 就是要给他一个 对一个画面要给出一段综述 那那个画面就是 好像是那个 类似诸葛亮的一个 简笔画的人物 站在一个山坡上面 他需要给这个画面 给出一个主题语 来做接下来的工作 那我盯着那个画面 忽然之间那个灵感就闪现 出来一句话叫做 转念便有回旋之地 当我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眼睛都亮了 那刚才刘老师在讲的这 每一句话里面 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个转念的重要性 也就是刘老师经常说的颠覆认知 因为在深度深心的系统里面 有很多的人也是 每日跟新能源系统的能量去对接 他们对颠覆认知这四个字 向我提问的这个内容是相当多的 就是怎么来颠覆认知 我们每个人我相信 听到和看到这四个字都会觉得超有力量 当我把一个让我颓废的想法颠覆掉 那我就不在这个境况里了 那是非常好的 那我怎么来颠覆他 我是要给他一个正向的词来颠覆他 来引领我的接下来的行动呢 还是我真的就被种植了 这种种植就是我的指令被改了 我的程序被换了 那我就永远不会再颓废了 那我怎么做到呢 这个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我听到的最多的一个提问 那我想借这次宝贵的机会 把我自己的心得分享给大家 就是如果我去感受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 这件事情如果让我内在觉得能量流不通畅 也就是起了不好的感受 起了不好的想法 那我会让自己进入到一个 跟这件事情毫无关联的一个状态里面 也就是通常说的静心的状态 当你进入到静心的状态里面 你是可以你的字体 就是你的这个肉体 你的五感是可以感觉到 你起的这个念 和你遇到的这件事情 对它产生的冲击 那最简单的就是 你会感觉到某个部位的不舒适 在这种不舒适的状态下 你会很容易回到你的内在 也就是感受到你的心地 你的里面 就是从外在转到了内在 当我在内在里面待着的时候 我会去彻头彻尾的感受 让我起了这些念的事件的能量 这个能量是在无的境地上 你才能够感受到的 你身体所具有的这些触觉 味觉 听觉 这些的觉寿 是在你身上安装的法器 它可以让你很顺畅地 进入到你的内在 所以你不用感觉 进入到无的这个画面里面 是那么的难 不会 你本身就会的 就像生下来的孩子 它会吸引母乳 这是它的本能 那你的身体具有很多的本能 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树立 要时刻跟它对接的 这个想法 这个意识 所以这些本能就被你忽视了 你把它用在了 它的第二个功能上 你用到了功能上 不是在本能上 功能上就是让它去抓取 在外面有形的世界里面去抓取 当你回到你的本能状态里面的时候 你会有如鱼得水的这种 内在感受出来 所以当我进入到这种感受里面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那个 例如颓废 它会让我抓狂 它会让我伤心在 像流血一样 流泪一样 那我就跟它们待在一起 这个就进入到了一个境界叫无为 但是无为又甚至有为 它比有为还要厉害是因为它像是 一切都在你内在一样 那个时候世界大战在里面运转 那你作为一个观察者 你只需要去看就可以了 就像是你立在了 真正的立在了飓风眼当中 在这个位置上 世界变迁都在你的内在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是大不了的 那这个过程就是在颠覆那个认知 其实那个认知指的是 在我的理解里面 那个认知就是 你在有形的 被较知的系统里面得到的经验 当你要颠覆那个经验的时候 其实是把你的注意力 从你的大脑的那个区域 思维的那个区域抓下来 进入到你新的区域 就是那个什么都不做的区域 就是那个停的区域 我想这个是刘老师说的 那个灵危的那个感觉上 当你在这个感觉上 你的内在会跟你对话 它会告诉你 你该怎么做 那个时候你的诚服心也会出来 就一切一切 你在佛经里面看到的 殊胜的境地 殊胜的教导 以及你在其他任何一个系统里 吸收到的灵感 在你的心田上 它都开始发芽 但是一个前提是 你要静下来 你要指 先有指 后有看见 后有观 观是右见 你会右见到 你内在反出给你的 真的是叫做本自具有的一切 所谓的解释 所谓的想得通 所谓的理顺 它都会在那一瞬间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 被你认知为是修行人的人 他大部分的时间 他好像是不动的 至少他是不讲话的 首先是要把 你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个 这些个方面是要停下来 那就是小说话 小动多近 那这个是一个及时点 那最丰盛的那一面 颠覆认知 最丰盛的那一面 就是从外面进到里面的 那些个超级被放大的触觉 那些个感觉系统 就在你的内里开始演化 那个是一个繁盛的开始 那个是你认识自我的一个开始 它基本上都是在 安静的这个 这个基础层面上发生的 进而你会发现 你变得干净 这个干净就是你的那些 你在教职系统里面学到的 你应该怎么样的一些念头 就开始慢慢的落下 浮上来的就是 能够被你看见的 跟干净相关的 一些个想法 那些个想法也像是 跳跳球一样 在你面前跳 它没有那么多 能够让你辨识的清楚 你会感觉到一个喜悦 慢慢的出来 就会自然的进入到 那五个镜里面的 某一个镜的面向上 一直到有一天 你会发现 这几个镜是 每天在你身上 串在一起呈现了 那是自然的会进入到 发喜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个我也想听一下 刘老师的反馈 谢谢 谢谢唐文老师 这里面特别重要的就是 我们经常说颠覆认知 为什么说颠覆认知 因为我们所有的存在 是认知投影的象 而所有认知都是障碍 如果这个理论逻辑 没有真正的明白的时候 那我们不知道 颠覆认知的意义在哪 我们颠覆认知 是要改变我们的 现实的状态吗 不是的 因为我们的现实状态 是让我们觉察认知的 我们颠覆认知 只是让我们获得 那个当下的自在 只是让我们 把我们障碍我们 和我们内在智慧关联的 这一扇门把它打开 或者说这一扇窗把它打开 让高级的智慧 跟我们蒙构关联上就对了 所以颠覆认知 只有这个作用 所以认知没有好坏 如果我们用一个 善恶是非对错来 面对认知的话 我们根本就颠覆不了它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坚持善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 等荡量的恶存在 你坚持善 你坚持对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 等荡量的错存在 所以所有的是非心 对错心 对立的这种概念 它都是在同一个 境遇上发生的 那你在同一个境遇上 去来回的 去这个抵触 来回的去冲突 这个其实对于你的 纵向的自由提升 没有意义 我经常举例子 蚂蚁打架 跟人没什么关系 蚂蚁执着的那点事 你跳起一个维度来讲 你完全是忽略的 所以我们在现实之中 颠覆认知 不是以所谓的 这个认知是错的 我要把它变成对的 不是这个概念 如果你想是 以对错来颠覆的话 那你这个认知 你得强化了 所以颠覆认知呢 它是刚才 唐弘老师说的非常好 它是以你的觉兽 来导引 或者引导觉知 就因为我们的 所有的觉兽 它都是能量结构 就是色兽想行识 它是能量结构 产生的相互作用 而这种作用 都是来帮助我们去觉知 觉知什么呢 觉知我们的认知是什么 我们什么样的认知 让我们产生这样的觉兽 这个觉兽有喜怒哀乐 那实际上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不重要 发生你对它的感受重要 你的感受 你的喜怒哀乐重要 所以你通过这个觉兽 身体的不舒服 心理的不舒服 各种方面的不舒服 都是让我们觉兽 这叫烦恼 这个烦恼即菩提 就这个觉兽 是让我们去觉知 觉知我们内在 到底是什么认知 障碍了它 这是当你的觉知 你有了这个觉知的状态的时候 你会呈现清明 因为你不值在这个觉知的时候 你的清明自然呈现 这叫明德 这叫破除这个无明 因为认知的障碍就是无明 当你真正放松的 有了这个觉知的时候 你的清明自然会生起智慧 你不值在这个觉知的状态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生起一个智慧 这个智慧自然就能够产生一个 在更高一个层次的投影原理 对这个认知的一种转化 那这个智慧一定是产生妙用 就我们的智慧一定是在更高的维度上产生 那让我们回归到更高的维度的条件 就是这五个情境 因为我们内在的所有的不干净 全是认知 那我们执着任何认知 全是我们的内在的这些障碍 所以让我们内在尽量的清明的时候 你这些杂散的认知 是会被超越的 是被清理的 那么当你内在平静的时候 你就能够穿透 任何一种表象的能量纠缠 就像湖面上的能量的水波纹一样 它都是表象的 我们的身体产生的酸麻胀痛 各种觉知全是表层的 你是否能够通过这种表层的波纹 你感受到内在 或者体验到内在是什么样的一种觉知 什么样的一种知见 产生了让我们产生这样的觉受 也就是把它的信息和它的能量结构 有了一个关联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宇宙空间 一切都是能量波 能量波干涉 相互作用同频共振 形成的能量结构 就是我们在各种综合觉受中的体验 也就是我们对物质世界 对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固有的意识的一种呈现 那这个固有意识是由能量波组成 每一个能量波有自己的振幅和频率 这就是信息 这个信息是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执念是什么 我们执入在一种什么样的信息结构 而这个信息结构它代表了什么样的能量结构 而这样的能量结构 产生我们什么样的色受响情时的这种呈现 会呈现在我们现实的空间里面来 以我们的眼耳鼻舌深意 去获得它的一个外感 通过外感回到内在 目的是找到那个我们的认知 当你能够清明的观到这个认知的时候 这个时候因为你有正信 你相信你内在本质具足 同时你又有大愿 你就有可能跳到这个认知的上面 你又看到了所有认知 不过是投影的像 不过是假的 你完全可以在它的投影员 那个层次进行一个调制 这个简单的一个调制 其实就已经把这个像给转了 这个能量结构转了 所以它不是让你执着在那一个层面 你产生认知的那一个层面去纠结 这个认知是对的还是错的 是要你超越这个认知 在更高一个境界 在它的投影员里面去设定 对它的一种转化 这个时候呢 它产生的就是妙药 所以呢 玄之右玄就不断以内在的境界的提升 这叫玄之右玄 玄就是维度 重妙之门 你是以你的妙有化解 这个三维的 或者有低维层次的这种直友 那妙有呢 它又是不直的状态 它只用来化解用 它当下化解完了 用完了就放下 但有些人呢 我化解了一次 我就把这个招给记下来了 记下来 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它就觉得这个方法 它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 但它不知道 这个宇宙空间 时空能量 在每一个个体状态之中 它每一个当下 时空能量 适用的法 适用的妙法 它是无定的 叫法无定法 但我们很多人 成功一次以后 就想让这个成功放大 不断地去吸引 跟这个法相应的那些东西呈现 其实那还是自己 在这方面的认知的执着 而真正的妙法 是法无定法 是无招胜有招 是以你的境界随时生成的 它生成了以后呢 你用完了 你要给它扔掉 你把它放下 你还执着这个法 就成法治了 所以现实中的法治 也是这种状态 有一套方法 以后就把它固化 还把它程序化 还一二三四五六七 几个步骤 怎么怎么样 那这样的话 就会容易让人产生法治了 所以呢 这个妙有智慧 它不是 为什么很多人说 怎么颠覆认知 你到那个境界 你就自动 你内在会生成颠覆认知的智慧 而不是别人告诉你 如果别人告诉你 怎么颠覆认知 那就等于把这个 颠覆认知的这个法给你固化了 这种固化 你去模仿 一定会有问题 因为这个时空能量 在前一秒钟的能量场 和后一秒钟能量场 完全不一样 所以高维实践 不是我们在三维认知的 可以把一些方法固定下来的 它的这种方法 在三维的显化 你根本读不懂 你如果只用三维的逻辑 去读懂 想读懂这个 想驾驭这些方法 全是迷信 全是法治 只有当你自己 在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你才能够生成这种法无定法 应时应运 当机即来 来完就去 就根本不会直于法的 所以我们讲这个静心 此达到的这个境界 进入内在的 这种 我们讲无念禅 指的在这个层面 你不以你的念 在主导事情 但是呢 你不执念 你不是执念的状态 所以你这个念起 念诀 念起即诀 起之即用 用之即去 你就不会执念 你不执念以后 你永远在一种自由的状态 我们也恰恰是因为不执念 所以我们对现实的东西 你随时可以撒手 而你很自由的 你不会挂爱 不会想 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 会有什么想那么多 因为你当下的直觉告诉你 这件事你再放 你就得放 所以你很自然的 你不会执意 谢谢唐方老师 好 谢谢刘方老师 您刚才在说的时候 我的灵感又让我想到了一个 在深度进行系统里面 有一次课程 课程里面的内容也是 遵循这个道的指引 就是你当下有什么 就去引领什么 然后跟当时的有缘人 一起来探讨 那当时有一个过程 就让我想到 刘老师经常说的这个 你要改 那你去投影员里面去改 那这也是我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听到的 最多的一个提问给我 就是 怎么样去投影员里面去改 那我现在想到的是 我们在一次课程里面 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度的冥想 当时那个冥想的内容就是 当你在内在的这个虚无的空间里面的时候 你的那个本我 你是可以感受到的 然后他呢 就像是不断不断被放大的一个个体感 你会恢复你本来的那个样貌 就是你并不是被教导出来的那个渺小的自己 或者是受过创伤的自己 你是那个具足的自己的那个能量感 他非常的用行人思想就是高大也好 饱满也好 那个时候就忽然感觉到 他跟那个投影员是相平静的那个位置感 就是他并没有非常小到 像是你感受到的那个投影员里 你在下面你是小的 然后投影员是大的 没有没有这个二元对立的形容 是一样的 在那种状态之下忽然零极限的那四句话就出来了 然后就对着你所感受到的那个投影员的能量感 就非常非常尽心的去念诵投影员的那几句话的时候 你在那个境界之下感受到的被被沐浴的那种能量感 就是是新的 那个只能用新的那个感觉来形容 后来会发现确实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像就被转了 这是一个要分享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曾经听到过另外一套那个宇宙的理论系统 他有讲过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有觉知的个体 当你意识到你这个个体需要去内修的那一刻起 其实就是你是被投影到多少集多少集投影出来的一个个体 那么在你之上有多少集多少集的投影的一个程序 那当时我的内在就会就会想起一个声音就会问 就是如果是这样被投影出来的一个个体如此的小 经过这么多集的投影 那我的一个念头的力量到底能有多大呢 能够对我这个生命的链条起到的进化作用能有多大呢 那当时我听到的声音是不可小看 就是一念就是一个十方世界的感觉 当时刚才刘老师在分享的时候 这两个星期点就落入到了我的意识的这个画面里面 然后我也想听一下刘老师的见解 谢谢 在这个层面里面呢就涉及到了一个格局大院的问题了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 我们是否能够持续的能有我们超越一切障碍的内在动力 那这个基础还真的就是正信 就是你相信你的投影源里面一切本质具体 你相信任何一个空间质点的能量 都是宇宙中所有能量全部包括的 所有信息都在 这叫宇宙全息率 这就是灵危 我们讲灵危全息万有种 那当你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在生命的所有的方面 你都会去跟自己内在的能量去做关联 因为那是所有存在的能量的源泉 所有的存在都是由那投影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叫正信 这叫信为道源功德母 你没有建立正信的时候 你发的所有的愿都是有限的 当你有了正信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发无上正信的愿 你才能够发天人合一的愿 你才能够发出与神同在这样的愿 这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因为活在三维空间的人 他永远相信大的能量是在外面的 最大的能量 人的这个能量 你的能量是远远远远小于 整个宇宙的各种 哪怕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很小的一股能量 都有可能觉得比自己大 自己的生命都是左右在这些能量系统里的 但当你有大愿 这些东西都是你投影出来的 你的认知决定了 把你自己归缩到一个多么狭小的 时空断酬之内 也就是你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时空牢狱 把自己锁在这个有限牢狱里边 当你真正彻底打开 你才发现 原来这个宇宙空间 圆满的存在 完全在每一个生命的内在 但是并不正 并不代表你现在就已经是这种圆满的状态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生命状态是由你的内在各种认知叠加 复杂的局限 让你生活成这样的 如果你只是基于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说你已经具足圆满的时候 那这是一个妄想 只有你真的相信了你本质具足 同时你又有了生命 内在成就的大愿的时候 这时候你才有可能呈现出生命的这种自在 才会面对所有的存在 升起你自己那种内在的信息 同时你才能真正的恭敬所有的存在 因为所有的存在都具足圆满的智慧 既不会妄自飞薄 你也不会妄自尊大 这个宇宙所有存在的平等 是体现了这么一个境遇之常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面面对的 这些能量系统和能量系统之间的关系 都跟自己的内在能量分布是相关来的 所以建构一个内在的机制 建构我们内在的能量的一种作用关系 是以视你你的觉醒 是你觉醒的程度来决定 所以只有在这么一种 生命觉醒的状态之中 你才能读懂生命的音乐体 才能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这种的生命状态 才能够真正去验证这个所谓的心想事长和享有心声 否则算我们全是在这个外向上的左右 相当于在投影屏上改修改这个画面 最后把整个这个屏幕都被毁了 最后你屏幕整个乱七八糟 所以天天在问自己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就最基本的这个问题自己都解答不出来 问别人别人也不知道 周围人含糊其词的告诉你你是谁 当你通透的了解这个宇宙的这个能量关系的时候 通透的了解这个宇宙空间 人类所有智慧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上 你就能在所有的回答里面真正找到恭喜 我是整个宇宙能量的一种特征的能量存在 带着我自己的特征信息 这个特征信息是由我直面而构建的 也就是我的业力构建的 那个就是我 我的本体是这样 我从哪里来呢 我从高维投影来的 因为这些所有的相的背后的投影员 是恩美恩气与无情的 在那个境界是不值任何念的状态 没有任何偏性左右我的状态 所以那个才是本我 我是从高维来 我到哪去你要回到高维去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 就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生命的意义 而让我们明白在每一个当下 面对的生命的体股是什么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让我们充满了内在的自信 充满了自在 也充满了内在的力量 去挑战一切自己内在认知的障碍 好 谢谢 好 谢谢刘峰老师 听到这里 我接下来要分享的 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里面 因为12月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内在收到的这个信息就是 12月是业力月 所谓的业力月就是 你的各种认知习惯 行为习惯 行为模式 都会在这个月里面被放大 那12月也叫做关系月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模式 在关系里面呈现的是最深刻的 所以整个12月 很多人内在的感受都是五味杂成 都是有很多的 好像是过去的痛苦都被反出过来 或者是喜乐的好像少一些也有 你会非常深刻的看到 自己身上的那些个投影叠加的部分 那些个被深刻烙印的部分 所以在小雨的后半部分 我深刻的体验到 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放空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你不是呈现放空的状态 你每一分钟都像是被挟持的 都像是被那个一个无形的大手摆弄的 一个皮影系的那个部分 就是你没有办法自持 也没有办法自主 你就是被这个命运的气流带着 尤其是在12月 被众多个学说系统 仔细描述过的这个月份里面 所以我超强的感受就是 当你生活在灵感的状态下 也就是在当下 当下这两个字在12月 所显现出来的力量是非同寻常的 当下的力量 本来我们这一次谈话叫做 无念禅放空的智慧 但最后会落入到 当下的智慧的时候 我觉得更加的契合 现在这个时空点的内容和含义 所以它会逼迫你在 每一分每一秒里面 你都是跟你的投影员去对接 你没有想法 你没有固定的想法 你没有早晨起来 八点半 甚至是那个非常健康的想法 去喝蜂蜜水的想法 或者做瑜伽的想法 或者是去问候 你应该去问候的一个人的想法 当他们呈现出来 进入到你的这个 没有觉知的行为系统的指令 环境之下的时候 你都发现 你不愿意去做了 是因为当下的力量 在这个月是主导的力量 所以当下的智慧 能够运用这股力量 在当下产生智慧 在当下就受益 变成了你的主题 而这个月又是 过去的能量和新的能量 对接的这个管道 它就会对我们放空的智慧 要求的更高 所以如果你是体尝到了 在当下的这种美感 在当下的这种受滋养的 这种感觉 你会发现 你就像是一个把 一直在身上捆腹了几十年的 远途形状的一个人 把他们都从忘记的状态 忽然卸掉 你走路的速度 呼吸的深度 都会比你以往要 深和快得多 那个不是你用力 而是自然的 就是加速度 它是 都不需要你去用你的 一直以为你 悄悄了这个大脑 去运作 去运筹帷幄 才能发生了 它是自然呈现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 今天的主题是 当下的智慧 那我想我们可能就要 嵌入到这个主题中 想请刘老师再说两句 谢谢唐红老师 特别提到了我们 12月这个业力月 和这个关系月 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整个这个三维时空密度 在集聚的 这个呈现 经常说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所有的信息 所有的数据 90%发生在过去两年 我们人类过去几千年的 这些信息数据知识经验 其实在今天只占我们 今天所有的信息存在的 10% 剩下90%都是密集呈现在 瞬间呈现出来的 那这种高密度的信息 能量体系里面 时空密度里面 实际上它是一个 持续呈现的状态 所以我们每一天 都跟昨天不一样 每一天 你昨天的决定 肯定到今天 你的想法变了 你升级了 当你升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些东西 它已经过了 那个时空点的时候 你的专注力会提升 迅速提升 所以在这里面 所谓的夜立月 也是我们内在的 认知密集呈现的状态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空点 给每一个生命 高密度的挑战 它不但挑战你的这个事业 还挑战你的家庭 挑战你的生命 挑战你的健康 挑战所有可能 你能够知道的事业 事物当中 所以它这个高密度呈现的 那也就是 夜立平行呈现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 就有一个课程 叫立体时空 心智的并联成长 什么叫心智并联成长 就是你的所有夜里 会在这个时空里 并联出现 我们也经常说 在这个时空的修行 是一个修圆满的时代 也就是修 在这个木桶里面 木桶理论里面 你一定是会观照 你的短板 因为你的短板 决定了你这个修行的圆满 你的这种长板再长 只要你的短板没修 它会就形成偏斜能量状态 这种能量状态 要不然就是一件事的发生 打回原形 要不然就是 筐息一撒手 全部撒出去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修这个生命的圆满 给我们特别好的机会 所以叫夜里 其实这个关系越 也是我们的内在的能量关系 投影出了外在复杂的关系上去 那你是否能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 真正的去看到自己生命 原本的课题 也就是这个时候是借无为来修有 借有为来修无为 我们看到所有在这个时空里呈现的各种有为的这种特色 特点各种法门 但是你是否能够借无为跟所有的有为能够自然的关联 它为什么呢 它是为了让我们真正达到无不为 什么是无不为 只有你内在圆满才能做到无不为 所以只要有一个有为 你不能自然的和谐的共生存在的话 产生这种各种抵触 纠结 而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说明还有自己的一个功课 内在还有一个不圆满的功课还在 你去修你自己内在圆满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时空里面 这个业力乐也是消业之乐 能让我们迅速在内在消业 业力不出现 你很难去消业 业力呈现了 你能够觉察 觉察你就会消业 消业就是颠覆认知 关系乐在所有的关系里面 让它进入一种和谐的状态 这种和谐的所有现实能量关系的和谐 为我们纵向提升 创造充分结架条件 没有一种关系是挂碍我们提升的 所有的关系都是来成就我们 内在升华的 所以在这个正常 日常生活中 刚才唐老师说放松的重要性 真正的 真正没有挂碍的去生活 其实我们要选择 在这个时候选择 越来越简单的生活为好 因为自然已经给了我们这种提示了 我经常说2020年春节 你的一件睡衣 一个拖鞋就已经把你整个生命 全都搞定了 你不需要穿那些 那么衣橱里的那些东西 其实你发现可能以后很难再用上了 你很难有机会再去参加那什么豪华的各种聚会 宴会 你不需要去呈现你的这种外在的状态 或者你把精力集中到内在 让你内在呈现无限的自由 无限的美好 所以其实我是非常的认同在2020年我们这种生命状态的转化 我在这个当你自己进入一种平静的状态的时候 一种不外求的状态的时候 你会发现所有的安排美妙到了你自己都难以置信 我在十月份的九月份的时候就有朋友来劝我说 那你该回来了 我都可以帮你找一些机会帮你回来 那时候我的感觉 我的直觉 就觉得好像机缘还没有到 我觉得肯定有更好的机缘在等我 结果到了十月中旬的时候 十一月中旬的时候 这时候最好的机缘到了 那我用最短的时间 最有效的方式 就像飘移似的就飘回来了 所以我就说这很多东西 你的内在 当你放松的时候 你的内在会给你设计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 那我当时的一件概念 拿到最后一刻我都认为 我回和不回都是自在 不回有不回的自在 回有回的自在 那自然你的内在会给你安排最好的 这个途径 所以这一路 从国外回来的这一路 非常是平静 非常的顺利 这也就是说刚才我特别体验 在这种打电动的时代 在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那个飞机航班都停了 一票难求的状态 而且这个检验 解议要求双检测48小时之内必须把结果拿出来 对很多人来讲这件事难得不得了 那我在回来之前还要把家给安排好 要做不搬好家什么等等等等 好多事情 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完全做完 如果在这个之前你去想的话 你觉得这事不可思议 跟大家跟唐红老师 这个很自由的去谈着这些话题的时候 你就回想起 就能想到刚才唐红老师在日常生活中放松的种 你遇到再大的灾难 再大的冲击 只有放松 能够让你在现实中 进入一种自然的一种随意 就是随性随即自然的 随意这个叫顺流的状态 这个顺流一定会把你带到一个自由的空间状态里面 所以这个也是在当下 你把握你每一个当下不下念 每一个当下在一种自在的状态之中 没有恐惧 当下不被恐惧左右 当下不被纠结左右 当下不被仇恨 称恨左右 当下不被怀疑左右 大家注意 怀疑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能量 如果你很容易怀疑 你很容易质疑 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人的智慧 其实这是一个智慧的巨大障碍 如果你能够接纳 你能够真正知道每一件存在 你怀疑只是你没懂 你懂了以后 你根本不怀疑任何的存在 你会从任何的存在去悟出这个存在和道的关联 这叫法法通道 数数管口 所有的自己不知道 全是自己真的是不知道 是跟道没连上 当你跟道能够把所有的事物都连上的时候 那是你自己连的 不是别人告诉你怎么连的 如果一个人能告诉你 他的这个行为怎么通道 那就是个道理 你听听就算了 一个人给你提出的问题 说他不知道 这个时候实际是给你提的问题 是你也不知道 你要知道的话 你自己去悟吧 你能悟到了 就你跟你的高位智慧进行一次有效的关联 所以这就是当下的智慧 所以刚才这个 唐文老师在这段表达的非常轻松 而且非常精细的把这几个点说出来 我们只是为大家捋一下 跟自己内在相应一下 谢谢 好 谢谢刘芳老师 我现在感觉我们可以开始 可以开始进心了 非常非常喜悦 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进心的次数 多到可以让你感觉 它像呼吸一样的 它不需要有刻意的安排 随时随刻都可以发生 但是在此刻还是 那个喜悦还是多一点 因为这个时间点的殊胜性 2020年的最后一天 在阳光正好的时候 面对着的山和天空都是如此的清澈 好像就像是这一次的谈话 不断不断的将那个摩尼宝珠上的尘来扶去 你呈现出来的就是你本有的光辉 无论你是跟谁在一起 都是你自发形成的 它是绝对不会因为外面发生了什么 你才收获到 不是 所以这一刻我邀请我们所有团队的义工老师 还有所有在线上收听的同学朋友 我们一起来进入到这个静心的世界 你可以采取一个你喜欢的姿势做好 这个姿势可以跟你相应到 让你觉得舞弊的舒服 自在 放松 或是欢快 它可能是一个平躺 也可能是一个一墙而坐 还可能是你惯用的打坐的姿势都可以 你不可以强求它发生 你想象中的那种完美的坐姿 你会发现那一刻的允许 始于你自己 你想得到的允许 也从这里开始 所以请你深呼吸三次 来聚焦你的目标地 那就是此时此刻 请你深深的 呼吸几次 来调频聚焦 感谢观看 你可以深深地放松下来 完全保持在放松的静地 这一刻的放松显得尤为重要 对生命个体来说 你周身的每一个细胞 因为此刻注入了放松的因素 而显得清澈透明 就像此时此刻 它进入了沐浴的机构 开始了全身心的洗刷运动 开始像亲手拿着一把铁刷 将内在墙壁上的那些个污垢点 轻松地刷掉 这是源于一种接受的状态 就是我知道 我可以 我也允许 它呈现 你完全放松的自我 无论是你的想法使然 还是你真的感觉到 自我放松了 都可以 不论哪一种行为的发生 与你来说 在此时此刻 在当时当刻 都是允许的 这股允许的力量 必然常住 你心 它就像是一个开关的能量 必然常住 你心 你可以把它深深地记住 记住 在你的内心之中 你并不会 允许它发生 是因为你感觉到 你感知到 你必须被 遵从 你必须遵从 那个无上的意志 你认为的 那个无上的意志 它就像是一个 拿着教鞭的指挥官 每一时每一刻 都站在你的身后 你的身边 你的面前 让你无地自容 你认为 自己必须被教导 被引领 被传送 否则 你就有可能走偏 在这一世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谓的不可能 指的是 你生命的大道 从来都不是歪斜的 你所走的那条路 无论是 多么的崎岖拐弯 最后那一刻 它永远是 始向核心的 只有你偏偏地认为 我走在了一条 错误的道路上 才会导致你最终 与之失智交臂 而现实的生活中 无数次的助推力 都在告诉你 往回走 往内走 往前走 不要回头 不要懊恼 不要伤心 不要愤慨 而是接纳 允许 在接纳之中 在允许之中 你看到的 都是处处的闪光点 就像是埋在 沙粒之中的金子 就像是在烦恼之中 凸现的菩提之光 它们是在的 它们就像是 在这条看似迷途的路上 埋下的闪光点 不时的 在你灵魂的暗月里 闪光 指引你向前 向内 往回 往回走 那条看似 一往直前的 达不到尽头的 生命的终点之路 其实是 镜像里的 它真正的方向是 往回走 往内走 你深深地感觉一下 往回走 往内走 是什么样子 那是越来越深的 寂静感 越来越笃定的 踏实感 越来越无所谓的 肯定感 它是你 内在力量的彰显 不借助于任何一个 学说系统的建立 就已然成立的 你感受一下 它不在外面 它在你的里面 那么深深地 驻扎在 你的内心之门里 深深地 驻扎在 你内心之门内 那以鼓鼓作响的 智慧之权之上 那一个模拟宝珠 它已经被洗刷的 一一闪光 就在那里等你发现 你感受一下 在这样的过程里 你生发出来的 是笃定 是安然 还是那一个 久违的熟悉感 你从来不曾迷失过 你可以肯定了 你从来没有走丢过 你可以肯定了 你从来没有迷失过 你可以肯定了 走在这一刻 没有什么 比你内心的力量 更让你觉得新鲜 没有什么 让你觉得 宏伟伟岸 只有这一刻的真实 让你感觉到 生命本然的面貌 就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不在外面 不在那千辛万苦的 求索之中 不在 不在那抓取的 那一根救命的稻草之上 不在 永远都在你的内在 你需要的 各式各样的学说系统 理论的支持 是由你内在幻化出来的 你需要的肯定之声 是你心灵的学说 你需要的那一份支持力 是你全然的灵在感 你需要的 一切的真实 是你内在力量的焕发 我们要告诉你的 就是这么多 它一点也不悬 一点也不会让你觉得 怎么会是这样 不会 你会感觉到 我就是这样的 从不曾活缺 从不曾失去 已然独立 天马行空 我自然的会命系统的建立 会让我感觉到 在这个世界上 唯有我是最真实可靠的 而是一份来自自信的笃定 和全然的灵在 你可以 深深的 感受它 感受它们 感会更加 也会有什么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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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 呼吸 呼吸几次 慢慢地回来 每一次的深呼吸都可以帮助我们打开内在之门 基本上三次深呼吸就像是一个暗语 它可以轻轻地关闭你向外在的注意力 然后再轻轻地推开你内在的大门 所以你可以经常地运用这个你自身携带的法器 来让自己切换自如 在这个有形空间和虚无的境地里面来去自如 祝福大家 有请宗圆圆 谢谢唐红老师最后以心经的这个唱颂来结束这个精彩的一个静心的一个引领 那同时也感谢刘峰老师对唐红老师这个无念禅当下智慧的这种高维的一个解读 那我想我们在未来的2021年我们每个人都要用接纳公平的允许的一种态度 就像静心里说的接纳允许 那顺流是说顺流2021年这个生命的合流的大潮 然后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开启一个生命的枝花 那最后呢我想让两位老师针对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对话是2020年最后觉醒经济2020的最后一个尾声收官的对话 那面对2021年 我想请刘峰老师和唐红老师 我不知道2021年的对话的主题会揭开什么样的一个开启或者说序幕 那请两位老师用简短的语言为我们在线聆听的各位同修送上简短的一句赠言 有请两位老师 好有请刘峰老师 您先 好那我先来 通常情况下 并不会因为我们人为的认为2021年会有多么的不同 就会去信誓旦旦的树立一些美好的目标 那个恰恰是我们需要逃离的一种幻境 那就是我们的主观意识会永远为我们树立一些美好的目标 尤其是在你定位为成一个修行人的时候 你的那些的目标会隐藏的更深 让你脱离你的主线 那就是当下灵在 所以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一切 我想恭祝大家 无论它是怎样的 而这一刻你能够触及到的是最重要的 这一刻你能够封空的程度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你能够静止下来的时间的长度 你愿意去对接你此时当下这种空性的程度的意愿心 是最重要的 因为一切始于当下 如果你在这个点上你不用去畅想 你就知道它将会是怎样的 所以当下的力量和当下的智慧它是共融的 在力量产生的那一刻智慧自然会生发 连希望都是一种奢望的时候 你的想法就无处可去了 那个始终拿着一根让你有所长进照边的那个 那个观察者 他也无处可立 不得不就回到了一个一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之下 你什么都可以接受 什么都可以来 什么都可以发生 那就是最好的安排 祝福大家 我们一定无论相约还是不相约 2021年都会来到我们面前 祝福大家 我刚才因为没有打开我的这个静音 所以我在说的时候呢 这个没有声音啊 那我现在把我这个当下啊 这个来针对我们这次啊 2020年最后啊 一次这个收官的对话 我做一个当下的岗户啊 首先我们把这个2020呢 我们叫精进2020啊 实际这个在这个经济2020 我们是每个人自己内在的啊 这种持续的精进啊 呈现在我们周围的人的身上 投影在这个过程之中 所以我们很自在的面对了整个2020年的一切的发生 啊 没有恐惧 没有颠倒梦想 那么到2021年呢 啊 我们提出一个很简单的 叫剑行2021 这个剑是健康的剑 又是天行剑 君子自强不息的剑 啊 剑行同时它也是实剑的意思 啊 其实就是心无合一 啊 在那每一个当下 和我们的内在 啊 共存共生 何其的存在于这个时空里面 啊 我写了一首小记 每个一切的存在啊 每一个当下啊 都跟我们内在圆满的智慧进行关联 精神当道 隐私爱啊 啊 就是我们的精神啊 内在的高危意识啊 当道来引领我们 引领我们活出一种啊 以付出作为生命第一需要的啊 这种慈爱的生命状态 进去下载领会开啊 就我们的内在的进去 可以让我们随时下载 我们的内在智慧啊 让我们的智慧之门 持续的打开啊 二元二通以从来啊 就我们现在的这个 所有的二元啊 它是通 让它通达啊 我们不活在于二的状态 但是呢 二元的存在又是一种客观 但是我们要让它通达啊 是从最初的源头啊 从太极 从一面而来 灵为灵聚 绝财啊 在灵为这一点啊 所有的时空没有距离啊 在这一点全然的合一啊 这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怀疑 我们可以全然的融入啊 这种圆满的生命状态 这就是我们讲的无念禅 二空二友为原在啊 我们所有的这个空性啊 这个体空啊 这个用空啊 还有呢 体有和用有 全都是啊 是因缘而生 都因我们的自己的内在的啊 投影原理的认知而生 它是当下灵在的 聚灵合一 施明态啊 那么我们能聚到灵为啊 而一切合一的时候啊 我们是以绝为师 以我们的内在的太和为师 太是整个宇宙的意思啊 以宇宙的啊 明明德啊 作为我们的是 宇宙明明德是我们的觉醒 所以是以绝为师 那所以这个小记者念下来 从从第三 一三五念下来是 持续精进 二零二零 建行当下 二零二一 大愿引领 以绝为师 所以这也是 让我们在二零二零过渡到 二零二一的啊 我们共勉 谢谢大家 谢谢刘峰老师和唐红老师的 最后的这个 赠言的精彩的呈现 和智慧的这个 公正 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呢 就到此结束了 也期待两位老师 在二零二一年 啊 建行二零二一的这个过程中 呃 有一个进一步深度的 合作和对话 啊 谢谢